你知道王爷在武当山学艺的期间 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 习得丰厚其门的吗 而这就要从周蒙去看望他的师弟们说起来 就听周蒙大骂道 我看你如今是连丰厚的一步都没卖出呢 可周蒙的师弟文言却黑黑地笑着回道 你说的没错 现在的我的确是一步也不能动 但我想终有一天 我会自如地施展丰厚的 到时 世间的变化都会在我的一掌之中 天下挤我身 我又何必去动呢 听到这话周蒙怒道 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懂呢 难道你忘了当年我哥是怎么回山的吗 他是怎么向咱们讨回这丰厚图的了吗 他当时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大错 要不是你当年以死相逼 这骇人的玩意儿恐怕当初就已经毁了 文言周蒙的师弟反问道 我不懂吗 我看什么都不懂的人 是你吧 你根本就不懂大猴子的心意 当时他冒险重返武当 不就是为了让这丰厚 作为我们武当的秘葬流传下去吗 当时只不过是折损了几个师兄弟而已 他就后悔了 他简直是太小家子气了呀 这世上的宝贵之物 伟大之士 哪个不是需要付出点代价才能得到的 而小猴子你就更不懂我了 你以为我不交出风后是想私吞他吗 其实不然 这可是我们武当的秘传了 不管是两位师兄 还是其他的门人 只要是我武当的 只要他能习得 那我就都是开心的呀 但这手段也的确凶险 除了你哥哥 最接近他的人也就只有我们呀 甚至你到现在都还没搞明白 你堂堂的一个武当掌门 这么多年来没事就往我这跑 我看你还真的是够闲的呀 见周蒙闻言沉默不语 周蒙的师弟又继续说道 小猴子啊 想当年你是见过风后的威力的 难道这么多年 你就对他没动过一点的心思吗 言霸 周蒙的师弟就轻贺了一声 眨眼之间 他周身的泥土碎石 就陆续地朝他身前悬浮而起 与此同时 正藏与他胸前的风后密葬 就呼的一声窜到了他的头顶 随后那密葬就呼呼悠悠地 朝周蒙挑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的周蒙立马大喊道 师弟你是疯了吗 言霸周蒙也顾不上其他 急忙转身就欲跑离山洞 可哪曾想 周蒙还没跑出两步 山洞内的空间就突然一阵地扭曲 转眼之间 山洞内的景象就一顿旋转 原本明明是在他身后的三个老头 竟又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而也就在此时 正朝周蒙挑来的风后密葬 也缓缓地展开了 眼看着周蒙就要看到密葬上的内容了 周蒙的师弟便咧嘴笑道 师兄啊 快睁大你的眼睛仔细地看吧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跟我一起参详他吗 而此时 正在山洞外把守的弟子这时 却是一脸的疑惑 原来他发现 王爷正一脸嬉笑地朝他这边跑了过来 就听王爷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韦师叔 见状 韦师叔连忙比了一个晋升的手术问道 小点声 你怎么跑着来了 王爷答道 您老家来电话了 说打你手机也打不通 就打到咱山上的座机了 让您赶紧给回复一下 看样是挺着急的 听到这话韦师叔立即就想去回个电话 可是他马上就意识到师父还在山洞之内 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山洞后 韦师叔就陷入了沉思中 考虑了一番后 韦师叔才开口说道 小野 要不你过来替我守一会儿 我回去一趟吧 一听这话王爷便一脸惊愕地问道 您是陪太师爷来的 结果您却叫我守着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韦师叔闻言叹了口气指着山洞说道 都这么多年了 其实也没啥 师爷他每次来这里都要带个人 也不一定是谁 来了也没什么事 就是在这里守着 但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 连你也算在内别让任何的人进去 因为里面的那几位也不喜欢被打扰 说吧 韦师叔就打算先行离开去给家人回电话 见状王爷连忙问道 太师爷他啥时候出来 韦师叔回道 那就不一定了 有时候可能进去就出来了 有时候可能会待上两三个小时 不过最长也没有超过三个小时的 估摸着 这会儿就快出来了吧 言罢 韦师叔就告诉王爷 行了 你替我在这盯一会吧 我去回个电话 没啥事的话我立马就回来换你 王爷闻言只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想了想后他又对韦师叔说道 师叔你可赶紧回来 要是太师爷出来后骂我 我可往你身上推啊 听到这话韦师叔说了句行啊 就头也不回地去打电话了 可王爷在这洞口一手 就守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闭脸无奈的王爷按道 不是说太师爷一会儿就出来了吗 看来师叔这一会儿的概念 着实是有些迷啊 无聊之下 王爷就起身在山洞的洞口 来回夺步了起来 可当王爷走到洞口时 不经意地向李望了一眼后 却惊讶地发现 山洞里竟闪烁出了若隐若现的火光 可还不等王爷做出任何的反应 熊熊的烈火就已经蔓延到了洞口 下一秒就停呼的一声 一团烈火就从洞口狂喷而出 躲避开了狂喷而出的烈火之后 王爷就立马朝山洞内狂奔而去 而此时的王爷心中却是充满了疑惑 他按道 难道是山洞内试火了吗 可看到这古怪的火焰后 王爷立马就否定了山洞内试火的想法 因为这火焰就好像是有人在控制一般 想到这里 王爷就立即惊呼出了声音 太师也有危险 而与此同时 山洞内的周蒙师弟却是一脸的兴奋 就听他开口笑道 师兄啊 你就睁开眼睛看看吧 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想看吗 闻言 紧闭着双眼的周蒙却说起了软话 就听他说道 师弟啊 是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说你的那些 你就全到我是在放屁 你就放了我吧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 周蒙的师弟闻言笑道 别啊师兄 这么多年我也想通了 反正都已经折损了两位师兄了 那我们又何不亦不作而不休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咱们武当的人彻底把这封后给掌握了 说到这里 周蒙的师弟就突然话锋一转 对了 那边的那个小家伙也过来 咱们一起吧 听到这话周蒙脸色瞬间就是一惊 原来是王爷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了周蒙的身后 就听王爷这时朝周蒙喊了一声太师也 听到王爷喊自己 周蒙立马惊呼出了声音